岛内独派力量就像野草一样烧不尽 台独利用各种机会给当局施压 从政治经济到文化 只要有控制就要钻 简直是无虎不入 没想到台独的手还伸到了体育圈里 台独欲借公投鼓吹冬奥这名 台独的这一做法让以中华台北奥委会主席 林洪道位代表的真心热爱体育的人倍感压力 因为冬奥公投越闹越大 中华台北奥委会有被终止或取消承认的危机 不过台独才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呢 台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和选票 其实早在1981年 在瑞士洛方 国际奥委会与台北奥委会就正式签署了协议 规定台北奥委会正式改称中华台北奥委会 中国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都有自己的奥会会籍 与中国奥委会是平起平坐的 一些台独团体推动公投 为二是把中华台北队改名为台湾队 这让每一个维护国家统一的中国人不能接受 不仅中国人不能接受 随着公投事件越难越大 国际奥委会也出手了 国际奥委会副执行长兼国家关系部部长 给中华台北奥委会主席林宏道 及体育署长高俊雄去谈 注意这是第三次去谈了 而且是直接发函体育署长高俊雄 国际奥委会在近中称 若是有组织对中华台北奥委会过度施压 进而违反洛桑协议 违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决定 那么按照规定此种行为 将会给中华台北奥委会带来厄运 中华台北奥委会将不被承认 对于国际奥委会议政严辞的表态 台湾有时知识也纷纷奔走呼嚎 希望自己的声音可以被更多的人听到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曾明宗呼吁 不要利用统独争议干扰 台湾运动员未来在国际上的发展 立委赖誓保称 东奥证明公投 等于把台湾选手的未来 参赞权当作政治赌注 台湾是机名将林怡君疾呼 不要剥夺我们运动员出赛的机会 台湾网报称 东奥公投是一个挑衅大陆的行动 受益者是独派 受益者是民进党 针对所谓公投行动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强调 在民进党当局支持纵容下 岛内极少数台独分裂势力气焰嚣张 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国际奥委会的严正警告 仍一意孤行 若台独分裂势力 继续并本加厉推动奥运证明公投 那最终只能牺牲台义福祉 对于台独行为 韩国语表示 九二共识就是他对两岸的看法 他要做到条条道道通发财 通赚钱 和所有人和平来往 交朋友 并会将大力度 为年轻人开创更好的条件 对于台独行为